宋元二是安息 王唯 未成朝雨一清晨 客舍轻轻流色心 劝君更近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这是唐代最有名的一首诵别诗 是王唯为为诵友人元二 初始安息而作 自从被谱入乐曲 人们又称它为未成曲 或阳关三叠 一直传唱至今 听着那淒清而深情的乐曲声 我们仿佛来到了一千多年前的渭水岸边 咸阳古道上 那是一个天朗气清的春尘 浮小时的一阵细雨 刚刚沾湿路面便停歇了 笔直的大路 仙尘不扬 城外路旁那清清房舍是远行者休憩的客店 依依垂柳是送行者赠别的礼品 折一支青葱的心柳表一表留恋的深情 敬一杯甘美的醇酒 续续惜别的忠肠 朋友啊 你此去任重道远 归期遥遥 请再饮干一杯酒 带上我的住院和友情 上马 西行吧 要知道 一出阳关 再也不会有老朋友陪你饮酒 为你寂寞了 阳关已无故人 安息又将如何呢 诗人没有说 但他的留恋 关切 住院 却都在不言之中 宋元二是安息 王维 未成朝雨 一清晨 客舍清清 柳色心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 无故人 都在不谓旅行 是